6 7 总统蔡英文亲自视察海军146舰队 因为最近中国解放军 频频横跃海峡中线 第一线的海军弟兄 最大的靠山就是三军统帅 因应共军演习 国军各级部队24小时轮值戒备 特别是住房在澎湖的部队 更是全神贯注 一刻都没有松懈 丁宁在丁宁 面对强大敌人 一刻都不能松懈 同时送上加菜金 用行动力挺海军 还有从澎湖大街上 买来的神秘伴手礼 菜总统来到手摇影店 大手比一买就是150杯 而这家店还有个故事 时间回到上周六 海军基地订了88杯饮料 但店家才做到一半就接到来店 说有紧急任务只好取消 老板被弃单不但不生气 还便宜卖给在地乡亲 挺国军的举动 多了爱国饮料的外号 让这几天的业绩 更是成长两到三成 而且来店的客人 都指定要喝这一味 因为经过事件发生之后 就是购买的民众 他们都会很有趣的 打趣的都会第一句话 都跟我讲一个关键字 就是我要买爱国饮料 冬瓜柠檬这样子 还满挺国军的 吃到现在非常时期 昨天有奶奶了 虽然两岸关系紧绷 不过从总统到民间 都要当国军弟兄 最强大的后盾 欢迎新闻林俊廷 王长卢 澎湖报导